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正經熱點 我是張曉昆 今天是美國時間3月11號 星期六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缺的不僅是高端芯片以及製造高端芯片的設備 工業研發設計用的軟件9成以上要靠進口 工業控制軟件8成以上也要靠進口 中國完全與西方脫鉤後 中國現代製造業還存在嗎? 今年1月 人民幣全球占比1.91% 創下兩年來的新低 中國2022醫療保障人數一年少了1727萬人 原因眾說紛紜 引發熱議 中國農村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 躺平 媳婦成了少奶奶皇太后 高價彩禮 部分地區 家庭破罪率高達6成等現象屢見不鮮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中國製造不僅缺芯還缺腦 八成工業軟件靠進口 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副主任張英在兩回表示 中國95%的研發設計類工業軟件 50%的高端生產控制類工業軟件依賴進口 關鍵技術不能完全自主可控 張英表示 中國製造業轉型生機 軟動力不足 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集成電路 生物醫藥 高端裝備等現代化產業高質量發展 澎湃新聞曾報導 工業軟件已經被公認為工業製造的大腦和神經 是數字經濟時代工業領域的皇冠 中國號稱製造業第一大國 然而核心工業軟件領域卻始終是中國產業發展的軟類 目前 中國核心工業軟件產業發展落後發達國家約20年 80%工業軟件被外企壟斷 工業軟件已經在中美貿易戰中被美方用作斷供卡脖子的具體手段 直接關係到中國企業生存與發展 關係到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 根據中共工信部指導發布的《中國工業軟件白皮書2020調研數據顯示》 在研發設計環節 海外軟件佔比仍高達95% 浙江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高署銘曾一針見邪地指出 中國工業軟件要達到全球一流水平至少還要10年 東方證券數據顯示 中國CAD軟件市場 達索 西門子 以及 Autodesk 在中國市場佔有率高達90%以上 而CAE領域 美國ANSYS等佔據了中國95%以上的市場份額 國內並沒有與西門子打索這種企業規模相同的標的 報導說中國工業軟件落後背後的原因主要是工業軟件的技術難度大 資金投入高 研發周期長 市場有限 導致多年來國產技術發展緩慢 加上工業誤判 資金投入低 產學炎生態不佳 下游企業造不如買 使得工業軟件沒有形成規模化效應 而國外企業自身對軟件有需求 邊做邊用 越用越好 逐漸成為了工業的核心輔助產品 經歷了30多年的空窗期 如今 中國的CAD CAE等軟件產業架構依然未建立起來 雖有些自主CAE CRM軟件在特定範圍得到應用 但都屬於偶發的自在狀態 產品性能有待提升 遠未達到產業規模 平臺不強 核心不硬 是中國在工業軟件領域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Swift最新數據 人民幣全球支付 創近兩年最低值 近日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 發布了2023年1月人民幣閱讀報告和數據統計 2023年1月 在基於金額統計的全球支付貨幣排名中 人民幣保持全球第五大最活躍貨幣的位置 佔比1.91% 與2022年12月的2.15%相比 人民幣支付金額總體減少了12.79% 同時 所有貨幣支付金額總體減少了1.54% 2023年1月 以歐元區以外的國際支付作為統計口徑 人民幣位列第八 佔比1.33% 1.91%是最近兩年人民幣全球佔比的新低值 2021年12月 該數值為2.7% 這使得人民幣超越日元 月居全球第四 2022年1月更是達到了3.2% 創歷史新高 此後 該數值在2022年保持2.2%左右徘徊 最低時為2022年4月的2.14% 中共外貿暴跌 GDP保五遭當頭棒喝 被譽為中國經濟三架馬車之一的進出口 自去年10月以來一直呈大幅跳水狀態 去年12月出口數據下跌9.9% 據財新網報導 2月份全國集裝箱空置量達到了500萬標準箱 是疫情前同期的兩倍 預計很多造香場將陸續關閉 外貿特別是出口對於中共的經濟有多大的影響 首先在經濟增長方面 據計算 自2001年中共加入WTO以來 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 外貿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常年高於15% 其中2005年超40% 2009年金融危機後 外貿整體貢獻率仍保持在10%以上水平 2020年外貿的貢獻率達39.18% 接近恢復到2008年之前的最高水平 同時拉動實際GDP增長0.9% 2021年外貿貢獻率為13.44% 拉動率為1.18% 2022年貨物與服務進出口總量 對GDP增長貢獻率達到了20.9% 拉動GDP增長1.7% 其次外貿產業鏈在帶動中國就業方面的貢獻不可小覷 對外貿易對中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截至2018年數據顯示 中國外貿直接和間接帶動的就業人數高達1.8億 每4個就業人口中就有1個從事與外貿相關的工作 再者 進口企業對全國稅收還是有一定貢獻的 2022年全國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19995億元 比上年增長15.4% 關稅2860億元比上年增長1.9% 此外 中共年年的貿易順差對穩定外匯儲備和國際收支平衡 還是有積極作用的 所以外貿對中國經濟的拉動左右只管重要 但現在中共自己把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搞沒了 中共的產業鏈外移是中共自食其果的一個典型案例 動態清零 對民企的打壓 瞬間萬變的政府政策 外資也要聽黨話等因素 讓外資與外企穩不下來做生意 也不敢穩下來做買賣 人呢?中國2022醫療保障人數一年少了1727萬人 中國國家醫保局公布2022年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快報 披露2022年全年醫保基金支付核酸檢測費用43億人民幣 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13.45億人比2021年底少了1727萬人 截至2022年底 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13.45億人比2021年同期減少1727萬人 年減1.3% 其中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人數3.62億人 年增811萬人 至於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9.83億人 年減2538萬人 對於參保人數報減原因 官方解釋是因為2022年各省清理重複參保 刪除了重複數據所致 不過減少人數高達1727萬人引起質疑 中國網友問 這些人去哪兒了?失業還是躺平了?鄉村居民沒錢棄保 還有人猜死掉了?真慘烈! 美國房貸利率連續第五週上升 逼近7%峰值 美國房貸利率連續第五週上升 保持在去年11月觸及7%以來的最高水平 房貸金融巨頭聯邦住房貸款抵押公司FridayMac 即房地美 週四公布的貸款商調查顯示 30年期固定利率房貸的平均利率上升至6.73% 該利率一週前為6.65% 一年前為不到4% 全球貿易展會活動已迅速恢復 中國除外 全球最大的商貿展會主辦公司Informa週四公布年度收入和淨利率大增 這是又一個跡象 顯示商業正在回歸疫情前的正常水平 首席執行官Steven Carter稱 不包括中國市場 該公司的展會業務已經恢復到新一貫疫情在全球蔓延前的95%左右 該公司策劃的展覽包括拉斯維加斯的混凝土展World of Concrete 和勞德戴爾堡國際遊艇展Fort Lauderdale International Boat Show 外企撤資潮蔓延 電子大廠50條產線前印度墨西哥 大陸基威網3月8日引述供應鏈人士的消息獨家報導 群創光電集團旗下全子子公司寧波群智光電 已經至少關閉50條橫組產線 優化20%員工 並計劃將TFT LCD橫組工廠 遷移到印度墨西哥 報導說 寧波群智光電去年關閉兩座橫組工廠 截至目前已經有168名工程師赴印度或者墨西哥工廠就職 內部員工透露 大老闆去年就親自發話要優化20%人員 再加上 絕大多數員工不願遠赴印度或者墨西哥工作 橫組產線離職率已經超過40% 群智光電隨後回應稱 正常經營 訂單穩定 公司目前有海外投資計劃 但屬於正常經營策略 不影響主體業務經營 俗話說 無風不起浪 讓我們繼續觀察群智光電的動向 中國農村怪現象 媳婦成了少奶奶 皇太后 家庭破碎比較高 達六成 中國新年期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傳媒調查研究中心等單位 發起了2023回鄉見聞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 中國農村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 一種新生活方式正在形成 但生活危機也在蔓延 北方某村有一家兄弟兩個 一個28歲 一個25歲 父母打工掙錢 兄弟兩個躺平 兄弟兩個經常以網戀 交女朋友等藉口騙父母錢 大都消費在網絡直播和網絡遊戲中 衣食卻很簡單 大兒子兩個遊戲賬號分別充值了8000元和6000元 小兒子也有一萬多的充值記錄 農村一大怪現象是 媳婦成了少奶奶 高價彩禮現象極為普遍 綜合數據顯示 一般地方的彩禮都在20萬左右 有些地方零彩禮或在10萬元左右 但也有不少地方的彩禮高達30萬50萬 少數地區已經出現了百萬彩禮 報告稱 在中國農村跑媳婦現象越來越普遍 有些農村婦女在還沒辦理離婚手續的情況下便離開了家庭 多年不返家 而正式離婚也很是普遍 2022年蠟月 我們調研某村 一天之內便有22對離婚夫婦趁過年返鄉辦理離婚手續 以至於多份報告顯示 本村範圍內不完整家庭比例高達6成以上 在農村單身男性結婚男的情況下 大多數離婚男性無法再婚 這也加快了農村單身社會的形成 阿波羅網林毅綜合報導 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羅網正經熱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點贊 轉發 留言和贊助 我們每天也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 通知會發表在主頻道社區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全部都有 請個請回憎 請語言 請回憶 內容 請回憶 請回憶 請呼吸 請回憶 請回憶 請回憶